今天是1月31日,星期二是1月牆外衍生工具的结算日 在做这个视频的时间,我旁边的地盘都在等 天天都在等,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有些责任在这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先看回市前,经过昨天的一轮急跌 今天早市曾经有少少后抽 但最终因为动力不足,零碎的沽额又再涌燃 结果大市是进一步反复的,先看看它的指数 恒指今早先是轻轻高开121点去到22,190点 之后曾经那道升到22,284点,但没有法子再推进 原因很简单,买盘不足 加上沽额又再甚麦涌燃 结果到11点半左右,指数已经一度低跌21,840点 这一刻跌了229点,但不知记录上 亦都是暂时跌穿了10天平均移动线 不过现在这一分钟仍然是上午 最重要是看今天收市的时间 指数是否真的正式跌穿10天 这个才是最重要 从走势方面来看,一旦10天线失手 不是代表大市会大跌 但最低限度代表整个不断向上沉顶的势头 已经暂时受到亏限,或者告一段落 取而代之,市会进入急升后的正常消化和调整之中 讲了很多次,这个升浪的起步点是去年10月31日的低位 14,597点 去到今个月27日的高位22,78点 其实市在12个星期之内已经升了8,103点 如果说中期升浪的幅度,其实不算少 加上12个星期的上升,亦都符合了中期升浪所需 有时会是14或15个星期 但你成交加压要交出来 实际上,大家看近期的大市的成交加压 一直都是偏梭的 即是说市虽然是紧购高台 但没有足够的动力作进一步的推升 就算指数期间来说稍微有少少少涌高 都只不过是刚升 所以看到大市一路向上沉顶 市里面是离慢着一款观望的气氛 而且也没有什么刺激的感觉 好了,既然指数已经初步跌穿了10坚平均移动线 虽然今天收市的时间能否回到10坚市楼上 我们不知道 但在形态上来说,如果10坚市一旦正式失手 下一个防守性据点就要退守到20坚市 大概在21,392点的水平 这是纪律上的防守性 因为经过8,103点的上升 一旦大市进入了正常的消化和调整 如果你调整三分之一的话 指数最终可能会准备2万点的支持 都不奇怪 大家要做个心理准备 所以近期一路跟大家说 如果你要做一些短线的炒作 安全带一定要扣紧 即是说不对板的细幅度3-5% 就要考虑减缸 或者估除算数 留下一些资金 等到大市跌定再考虑 由去年11月开始 市已经连续三个月 要处于先低后高的形态 到12月份 临着这个势头 暂时都不知道 但假设在2月份 如果市要维持一个先低后高的形态 月初 怎样都稍微要回一回 才有利于后高 但我自己觉得 现在经过了8103点的中期升浪之后 那次出现2-3个星期的调整 其实是很正常的 这些大家一定要明白 那星战呢 有着衍生工具跟大家分享 今天讲的是比亚迪的颗论 178-500 行使价是319.08 到期日是今年的12月 实际共产大概是3.5倍 假设121比亚迪 如果在245元的话 178-500这颗颗论 应该在5,9座 如果比亚迪股价上到265元 即是回顾早前下跌的裂口 那178-500这颗颗论 应该有机会见一见7线6潜在的升幅 大概是28.8% 反过来 如果比亚迪股价收额 如果低跌至235元的话 178-500这颗颗论 也会跌到5个先 前逐跌幅大概是15.8% 大家如果想知道 178-500这颗颗论 这颗颗论 队货和条款是怎样的 继续上升广站 就看了 浮潇作为 这些颗颗论 也会有在乱的摩托 这些颗颗论 但是 在那个颗颗论 你也会有什么 的颗颗论 整个颗颗论